用着这个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发一个做不到的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好 我发出去了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我那个讯息发出去了 可是我还没做完 我才度两个就往生了 你会不会下辈子又再继续 不知不觉的又要开始去度众生 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你怎么会 奇怪我怎么 有的人天生就是对人很好 就是 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信心念念 有没有 你看到那个小孩子 有没有 有的小孩子 那个去幼稚园的时候都哭 有没有 可是他为什么后来不哭 因为会有另外一个人说 你不要哭喔 我以前也是这样哭的喔 有没有 就会有人会来安慰他 那一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谁 那一样也是小孩子啊 为什么一样是小孩子 那有的小孩子就是要被人家照顾 有的小孩子就会很自然就去照顾 有没有 那有的小孩子呢 三岁就会照顾妈妈 有没有 那个妈妈不行了 每天吸毒都躺在那边 可是这个三岁的孩子呢 哇他会去照顾他妈妈 也有这样子 那他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 他是不是 从小 难道他已经认清楚 他的处境 不会有人来帮他 然后他知道自立自强吗 不是 好 那 那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会变成 你会从你的本性 会去愿意去帮助别人 那这个过程呢 是不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拉着我们 让我们好像一时不忘 有没有 所以那个愿力就是这样子啊 从我们开始发愿到圆满之前 你都会一直记得这个事情 只是有的藏的比较深 你没有办法具体 你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讲成文字 有吗 因为我常听Eddie在讲话 我觉得他是有带愿力来的 是不是 可是他 他可能小时候他只是很多的问题 可是他并不能具体的讲那个是什么 那现在慢慢在佛法里面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开始发现有一些事情是 跟他的心里面的原本的想法 是相关联的 所以我们开始知道要怎么去讲这个东西 而且去表达让别人知道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读经 你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 你会发现英雄所见略同 有吗 有觉得你的心跟菩萨想的很像 有吗 有觉得是很像的吗 举手 确定就是同一组的 同一团的 要不然你不会听 你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 因为阿姨我也是这样想 哎呀终于找到知音 有没有 原来你身边的人 再怎么贪婪 再怎么小气 是因为他们 跟我们不是同道中人 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在想什么 可是有没有人能够理解 有 所以我为什么说叫大家要读这个经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 行菩萨道 说行菩萨道 其实没有行菩萨道 就是法师嘛 是不是 那出家呢 可能要面对很多各式各样的出家人的责任 那也会常常会遇到挫折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支持你 不会每个人都认同你 或者是 他的这个 每一个人的 对佛法的那种缘分不一样 那你会遇到挫败的时候呢 你会说 那我们这样子有没有意义 是不是有没有价值 是不是 好那回到了这个经典呢 一看就觉得 哇真不好意思 人家菩萨都没有在计较的 你那么计较 你不是要行菩萨道吗 菩萨是什么心情 所以他为什么说受持独送 这是会让自己的智慧 一直延续的自我修炼 所以大家要在 Eddie你先把你的那一张 护士出来贴在这边 是真的抛砖引玉 老实讲这个是 因为在 蓝若在美国 Eddie又发了一个愿 他说 美国境内有人要写金刚金塔的 他都无限量的供养 这样有没有 问题是他的无限量供养到现在 到现在没有人去 这个成就这个他的发新 有没有 所以是不是无限量供养 对不对 多少人要写 他都愿意提供那个 是 这些材料 那 反正你只要 怎样 只要答应说 我愿意 然后你就来这边 站着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永远属于你 那一份金刚金塔 永远是属于你的 那一个般若智慧 你本来就有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 这个 其实假日 都很多时候 大家都说 我要跟家人在一起 我要 休息 那 要不然我就要去 安排很多活动 其中呢 也可以排一个 让自己的心真正休息的 一个很好的活动 所以因为呢 这佛陀啊 他一直挂保证 他说以佛智慧 西知世人 西见世人 皆得成就 无量无边功德 那这真的是很好 那 在台湾我们 也是有 每个礼拜 每个月 我们都一定会排一天 那 就是让大家都来 那 但是在台湾 比较好的是 师父在 师父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写 所以有很多人呢 写写写写 到一半呢 都已经快放弃的 边缘 我们就会把他救回来 这样 我觉得我的工作 现在比较像抢救 有没有 那个菩提心 都快要退退退 然后呢 遇到师父在 在鼓励一下呢 要不然就是在 怎样 劝发一下 这个又 又好了 那这个跟 这个跟我们自己的 这个 就是 其实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很像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菩萨的这个欢喜地 我们昨天讲的是欢喜地 欢喜地呢 重点就是欢喜 对不对 远离五种恐惧 那 五种恐惧其实是远离所有的恐惧啦 无忧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那是一个真正很值得欢喜 那为什么各位值得欢喜 因为我们已经远离这些恐怖 也不用 不会再有 堕落恶道的恐惧 不会再有 生死 无知的恐惧 也不会再有 也不会再有 这种 哎呀 到底人 比人 气死人 我好像一事无成的这种恐惧 因为你自己啊 已经知道自己 为什么啊 来做这件事情 来到这个世间啊 那还有欢喜地之后 我们昨天不是 哎 讲没有恐惧了之后 然后呢 就会怎样 就要发慈悲心 因为除 我们自己已经得到利益了 可是还有很多人没有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不明白 还活在恐惧当中 所以这时候呢 伴随着出地的 菩萨的功课呢 就是要发十个大愿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要 以愿力来 再来帮助我们身边的 更多的人能够听闻佛法 那如果呢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愿力 发挥到最大 记不记得呢 这个大家每一个人 你说我发愿 我们昨天不是问大家吗 你发的愿是什么 譬如说像Andy她说 我买一台机器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健康 这是不是一种愿力 那有的人说 我有医术 我来免费一诊 让大家都健康 这也是一种愿力 那像Alice很会煮饭 她说哎呀 我煮饭给大家吃的 吃的很开心 吃的很欢喜 那也是一种愿力 Potato Project 这些流浪汉呢 都没有人去照顾她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 其实借由这个Potato Project 其实不只是要送一颗Potato 给他们吃 而是透过这个运送的过程 让这些流浪汉觉得有人在关心她 有没有那个Steve不是 就是他去关心的这些人 甚至于到最后呢 他都知道那个街友 Homeless都住在哪里 他都知道有没有 就是好像变成他的朋友 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 有一个Homeless 他生病了 往生了 我相信也会 我们这个Project的人 也会去把他找到 然后带他去 去这个医院 会吗 目前没有 目前还很健康 对不对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冬天的时候呢 就会想说 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一点那个围巾 给他们去围一下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的心啊 就是好像在供养 供养谁 看到佛 遇到这种 对流浪汉都这么慈悲的人 我们遇到他 他一定会对师父也很尊敬 这个其实是 几乎是一致的 就是他这个对旁边的人 他会有一种怜悯心 同情心 那他对所有的一切众生 那有的人呢 他就是会 要拿来供养佛 供养法师 有的是要拿来供养病人 有的人是想要供养 这无家可归的人 有的是要供养什么 精神错乱的人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种怨 但是呢到最后第十个 大家看到这个后面 最第十个 从191页后面他讲十个大怨 所以第十个大怨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昨天不是有讲 最第十个大怨就是 你一定要记得发这个大怨 就是你怎么去帮忙 都是有对象的 但是呢你要最难发的是这一个 就是你发愿成为大家供养你的对象 的那一个 你知道吗 发愿成为受人尊敬的那一个人 什么意思就是我发愿成佛 为什么发愿成佛 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成佛 我后来发现那个是我们自己 有时候我们当法师 我们刚刚出家的时候 人家供养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很害怕 有没有 我都没有威德 我都没有休息 你不要顶礼我 我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那个智慧 我也没有那个福报 能够祝福你 能够帮助你 是不是这样 后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 为什么佛要发愿成佛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 后来是想 哎呀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今天 已经成佛了 我是成佛了 我是不是应该要常常出来 让所有遇到我的人 见着闻着 都得到福报 这时候你要不要抛头路面 我们以前呢 觉得自己的得恨不够 我都想要躲起来 哎呀不行 我不可以 你遇到我正是你倒霉 有没有 有没有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呢 早一点让自己成就 我成为一个 第一个人见人爱 第二个 每一个见到 见到我的人 都能够开悟 哎 那不是很棒吗 就表示你是一个 非常好的人 你是大家的贵人 所以成正绝愿呢 就是要让自己赶快 早一点找日成佛 因为我们去韩国呢 他们都是祝福对方 找日成佛 是不是 那我们在这边见面都念 阿弥陀佛有没有 可是有的人听到阿弥陀佛会很害怕 说我又还没有要死 你叫我去阿弥陀佛那边 有没有 可是其实找日成佛呢 就是我们早一点成为 像佛一样这么好的状态 你在说过世界呢 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有没有 因为呢 我们都很想要 我很想救我的妈妈 我很想救我的孩子 我也很想要帮助我的朋友 可是呢 当我们智慧也不够烦恼还很多 你说我很好心 我叫你去念阿 说念佛很好 他会问说 你自己也没有过得多好 没有说服力 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说服力 但是如果呢 我自己就 透过这一套方法 我成佛了 是不是就很有说服力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自己 很快的可以真正的 来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这十个月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 在欢喜地当中呢 真正的知道自己的功课 出地的菩萨不是就 耶 我中到出地了 好 没事了 有没有 休息 没有 要更用功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已经有这个力量了 你更要怎样 要不要更精进 要更用功 要更用功 因为你更有用了 好 可是 可是如果呢 你学的不够好 你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 就是 帮助众生 有时候是给人家烦恼 好 所以呢 第一是不是自己要发愿 常常要发愿 那这个愿到底要发到什么程度 愿是要发 有净的愿还是要发无净的愿 无净 无净对不对 好 那如果做不到怎么办 好 是不是 我们呢 我们说 我要印那个华颜金喔 然后呢 我说 欸 那个印刷厂会问说 师父你要 你要多少 我要估价给你嘛 那我刚开始说一千 有没有 因为我在想说一千个 我如果找很多人来念经 大概 台湾的南部 五百个 北部五百个 这样差不多 那 那其实刚开始是这样 结果呢 我们有一个师父啊 他说 一千怎么会够 要一万 我就觉得 哇 我的心跳了一下 因为一万跟一千 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money money 好 有没有 你有多少钱 要去印 对不对 好 然后再第二个 那个一万个 你去哪里找一万个 你去叫哪里的人要念 有没有 因为我们呢 这个美国帮忙印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帮忙印了一千套 北加 帮忙发新 那个北加的那个 发现了一千套 我就想哇 太棒了 要印一千套的还原金 应该还有很多人要念金 我就打电话问他们说 那我们现在印好了 请问你们要几套这样 十七套 有没有 这美国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整个心通通都量掉了 那 那九百 那剩下九百多套怎么办 师父你们自己留着用 有没有 这个很可爱 他们只要印 但是没有负责要念 我们美国人没有在念这个的 有没有 然后呢 我们那个Michael更可爱 他每次到处一直拜托人家念 有没有 他说他的台词是怎么样 Michael的台词 Michael 跑去哪 Michael的台词呢 就是说 这个你 师兄你放着嘛 看着漂亮也不错 他说看着漂亮也不错 所以呢都没有人要 有没有 放在家里面当摆设这样 是不是这样 这个词 这很妙 就是我们 我们可能 愿意帮忙 但是不愿意帮 永远帮到地 有没有 所以我们的愿力 其实从一千要到一万 但是其实不是一万 其实我们发的愿是 那个传人师父发的愿是一百 要印一百万套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完全不可能 想不到什么一百万套 不可能 你去哪里找那些人 可是呢 到今年 已经印了十万套了 就是累计起来 已经十万套 还有才几年 才四年 就十万套 那十万套出去之后 会有更多更多 回来需要 因为以前的人不知道 我们自己 我们有提供这个需求 那所以呢 可能在未来的四年 会圆满这个 也有可能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发一百万套的愿 其实还不够 它是不够的 为什么 因为一百万套 表示有多少人念经 如果一人一步的话 一百万 对不对 可是这全地球 光是地球 此时有多少人 七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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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万 够吗 不够 是不是不够 我们的目标 如果希望每个人的 手上都有一步 你说 那那个伊斯兰教的 怎么样 管他的 假设诸佛 全部的人通通都学佛 都不会打架了 不是吗 你管他什么教 是不是 连Andy以前基督教 都可以变佛教 是有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而且你看 Andy自己就想说 嗯 自己为什么 以前当基督教 其实他是被派去 基督教卧底的 有没有 他要必须很了解 基督教的人的思想 他才有办法怎样 这个 把这个基督教的那个思想 从底 把它从根挖起来 但是我们不是要去破坏 人家那个教 是要破坏他的错误的观念 要导正他的观念 因为他是不平等的嘛 就是我们希望呢 大家都要平等嘛 所以如果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互相平等的对待 这个世界没有烦恼的 是不是 诸上善人 没有第一 没有第二 大家都是最好 可是这个工作呢 要怎么做 可不可能达成 为什么不可能 都有人成佛 在这么困难的地方 都有人成佛 你光是看到佛发那个愿 看到地藏王菩萨发那个愿 你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 可是人家就是敢发 是不是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 叫光木女啊 光木女不是就是一般的女 一个一般的女孩子吗 在那个年代也是一样 就是社会不平等啊 你管他是男的是女的 他有一个妈妈啊 跟我们的妈妈一样啊 做坏事很多 不是 就是一般都是这样 他不懂的时候 他会骂嘛 哎呀 你每天在那边念金 念什么金啊 丢到垃圾桶 有没有 是不是 Andy的妈妈是很慈悲 我们 其实家里面的 妈妈啦 爸爸啦 长辈有的 不是那么 就是有时候比较愚昧的也有啊 愚昧的他就不知道啊 每成天都是毁骂嘛 是不是 杀身跟毁骂 这地藏经里面就讲 他就是办这两个过失 他一定会去不好的地方 可是你叫不动他 为什么 因为你是晚辈 你救不了他嘛 是不是 那救不了他 那个光木女怎么办 我只会哭啊 我很难过啊 是不是 可是呢 他发了大愿之后 救不了的也救了 怎么那么神奇 所以那个愿力 是不是不可思议 所以只要你发那个愿呢 那个力量啊 就会把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面最强大的那个大事愿 能够怎样 真的这个引发出来 所以他讲呢 以食愿门为首嘛 就是以愿来引导我们 以愿来引导我们 好那结果呢 那要发多少愿呢 这个大愿呢 以什么 以食禁去 什么叫食禁去 就是禁就是极限嘛 我要做到什么时候 为止 来说做到众生界 禁 世界禁 全部禁 全部禁完了 好 是不是 禁完了 好 世界呢 已经到尽头了 好 法界尽头 佛出现这尽 这十个尽嘛 结果这十件事情 有没有尽的 有没有尽头 没有尽头 好 所以呢 他说众生界禁 我愿乃尽 但是呢 请问众生界有没有尽 不可尽 因此你的愿力要怎样 无有穷尽 是不是 所以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表示他承诺了什么 他永远会是 一直是地藏王菩萨 那只要他保证 他一定是地藏王菩萨 那我们的地狱的众生 就有救了 那你怎么样 再怎么惨 你其实最糟的是去地狱 你都还是有一线生机 有没有 因为有一个菩萨 他永远在那边等你 他永远不会说 不好意思 我的扣打已经渡完了 然后呢 我升官了 再见 有没有 不会 他永远就是 因为他永远都不可能 在离开地狱 他就永远一直在地狱 一直在帮助地狱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说我们 就像这个Andy 他说 那个美国的监狱都满了 有没有 所以他们要赶快多放一些人进去 可是这个问题是有点困难 那天我们世佛会不是在讲吗 这个经过调查 美国的监狱的开销 是不是 是超过一般教育的经费 有没有 七万二一个人 七万二一个人 七万二一个人一年 是不是这样 在台湾也会这样啊 很多人说 哎呀 去监狼还不错 还提供冷气 还有三餐 然后还可以偶尔给你出来运动啊 什么的 那你如果是去想要去养一个犯人 他什么作用都没有 就是把他关起来 那关起来的目标 只是不想要让他做坏事 在外面亂做坏事 所以把他关起来 是不是 好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的已经满了 然后我们又这么大的负担 所有的纳税人在外面拼命做 拼命工作 然后去养 养这些 那你又怕他放出来 或者坐乱时间 所以又把他关进去 那其实是 已经超过我们的负荷 好 超过负荷呢 那你要把他放出来 可是放出来呢 马上又满了 为什么 因为又会一直有进去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说地藏王菩萨呢 他很忙 为什么 因为地狱好不容易把他 劝出来了 可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 那怎么有可能空得了 有没有 所以大家有念地藏经嘛 你是念地藏经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他那个地藏王菩萨 这个很慈悲 对不对 救了好多人 可是那底下的那鬼王 就有没有很多的complain 他就一直说 其实我们都很想要帮助这些人啊 明明地狱那么糟糕 你就悬出悬入一直回来 他们这些人要出狱的时候 他都是苦口婆心 一直告诉人说 这个地方不要再来了 够苦了 可是没多久又见面了 有没有 怎么常常都一直见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方法 如果只是把他拉离那个地方 而没有真正让他起了正确的观念 他还是会再走回头路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愿啊 不只是要有愿 而且还要有什么 智慧的愿 不是一直拼命做而已啊 所以呢 我只大愿无有穷尽哦 就无有穷尽 那既然无有穷尽 就是我们要一直做下去 没完没了的做下去 可是你要做要有效果的 要不然你只是 就是我们几个 佛教徒啊 读了经 哇好慈悲 我们不能永远只有 Andy一个人在发大愿 对不对 是吗 Andy发了一个大愿 他的目的是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 通通都一起发大愿 有没有 那我们看到呢 真的是 我们在这个愿力当中呢 医愿起行 所以在200页就有 就有什么 他就有告诉我们哦 要有十种行 要有十种行 出地的菩萨 还是要依着十种修行 还要修 有的愿不够 还要修十个 那十个其实很简单哦 我们看到200页这边 看到吗 来 在那个 200页这边 倒数 第五行 有看到哦 第一个 信 要有亲近的信 第一个就是 他的第一个 第一个行就是 第一个要信 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信这件事 相信什么 相信因果 什么叫因果 我们现在在做的每件事情 你相不相信都有用 有的人说 念这个干什么 有没有 他就不会念 有没有 可是你如果知道 你就是现在这样念 然后有一天他就会开花结果 你会不会愿意念 读这个经 然后写这个金刚经 诶 诶 写下去呢 诶 这个我们 诶 这个般若智慧呢 就种了一个种子下去 有没有 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呢 每天都会扣钟 有没有 有听过吗 有去道场住吗 就会扣钟 然后呢 他就 这个扣钟的时候都会唱 红钟出寇 宝记高银 上彻天堂 下通地府 然后我们那个钟啊 哐 那个声音呢 是可以上彻天堂 下通地府 那可是你如果每天都是在那边 敲钟敲钟 敲钟 有的师父他就每天都做一样的工作 那你在敲的时候 你是不是例行公事 你就不会感觉到 我敲这个钟呢 他为什么要敲这个钟 因为古时候有一个 僧人 他是扣钟的 他每天敲敲敲都不知道呢 他这样敲钟有什么意义 好像就是早课晚课 例行公事 那有一天呢 他就 在这个修行禅定的时候呢 他就感应到 有这个地狱的众生 在跟他顶礼 他说因为某某师的每天扣钟 我们在地狱的众生啊 就在那个扣钟的时候呢 就可以暂时不再受苦 暂时不再受苦 好 那各位你相信你扣的那一个钟 可以让地狱的众生暂停吗 可以这样子吗 有没有 所以我们自己去开刀的时候 会不会很害怕 哎呀 好痛哦 好痛哦 那你有没有希望 如果不痛 那个医生告诉你 马上就不痛了 你有没有怀着一种希望 可以发现马上都不痛 可是还是一直很痛 有没有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有瞬间不痛 你很感恩那一瞬间 所以同样的呢 如果你相信你的每一个念头呢 是会让众生的苦 止息的 你愿不愿意很诚恳的 发一个怨行 就起那个念头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你有没有足够的相信 第一个你相不相信你的心 你相不相信佛说的这一句话 佛陀说你要有相信哦 辱是未成佛 我是已成佛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好 那就哎 所以啊原来欢喜啊 他说啊远离颠倒梦想 可是我们要就近捏盘 我相信了 好我相信了 所以这个相信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当然相信有很多的相信 包括相信你所做的一切菩萨行 是真正的菩萨行 相信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如来之语 相信所有的众生都有机会成佛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是信 第二个呢慈悲 慈悲 第二第三叫做慈跟悲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佛法这么好 可是学法的人怎么这么少 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好可惜 有一个那个南加州 什么南加州学博会 联谊会 是不是有这个会 那个创会会长 那个先生啊 他上一次在台中 就是他这个地下室有一个场地 可以容纳两百个人的一个场地 他就提供出来 来请师父去办了一个花言经的讲座 然后他听完了之后 他就跑来问说 师父我告诉你 我就是那个南加州联谊会的那个创会会长 想当年我们的盛况空前 有没有 是吗 你们是不是想当年盛况空前 那时候呢 请什么慧律法师啊 一万个人来听法 有没有 是不是 一万个人 你看 你看好汉不提当年勇 可是呢 我们听到 哇 那请问那一万个人跑去哪里了 有没有 然后 然后我就说 他说师父啊 哎呀我要 这个 我要来那个宣传宣传 这个这么好的法 我们应该要再来恢复当年 有没有 然后他就问说 那你们 你到那个 加州都多少人来听课啊 我说大概 不一定呢 就是几十个人 然后呢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有一百多个人嘛 他说 哇 不简单不简单 很厉害很厉害这样 然后上一次去那个亚特兰大 那个佛学社 他们三十年的佛学社 对不对 结果呢 哎呀 就四十几个人来上课 我就想说 哇 这四十几个 结果他们说 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过 哇 我就想 哇 这个听起来很可怜 有没有 真的很可怜 为什么 美国多少人 两亿 他说两亿 对不对 那我们的佛教徒是弱势 有没有 少少少少的 那第二代都跑去信基督教了 有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加油 因为在当年的那一万个人 如果没有老 就不得了 对不对 可是当年的那一万个人都老了 而且有的往生 好 可是 请问来 George Choney 当年是几岁 二十岁 对不对 他也是南加州国学 什么学博联谊会 有没有 是不是 会长 二十岁 哇太棒了 所以你看现在 Andy呢 对那个George他们呢 都非常的好 为什么 因为期待他们在 恢复当年的那个盛况 是不是这样 可是奇怪 二十岁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呢 互反互效 没在怕的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不是二十岁 三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 三十岁四十岁 反正不管怎样 我们曾经都是很拼过 有没有 那为什么拼 因为那个对佛法的那个 耗耀心 然后呢 渴望 然后看到呢 美国都没有人在学佛 好可怜喔 有没有 好可怜喔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 要起大慈悲心 好 Andy跟师父讲说 哎呀 我们这个已经难做 每天每天都好多人喔 好多好 好多主别 可是够不够 嗯 还不够 要把隔壁也买起来 要把隔壁也买起来 有没有 擴大营业喔 对不对 哎呀拍拍手啊 擴大营业喔 那Andy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 要有这么多人 他才要去买 是不是这样 因为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有慈悲心 因为 我们自己得到了佛法的好处 真的很好啊 真的很好 可是仿佛怎样 心惰邪见 他被无名蒙蔽 所以他不会知道好 我们要原谅他不懂 可是不能够原谅就纵容 原谅跟纵容不一样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你不懂 所以你不想学 可是我要改变你的不懂 我要想办法让你有机会 来接触因为这么好的东西 是不是 因为我们其实佛教徒都比较乌争 随缘哪 有没有 随缘好惨喔 随缘就是放弃的意思 是不是 你就是 你就是渡不动他 所以你就是 随缘哪 有没有 是 你如果 今天 如果你真的 自己啊 感受到自己 学佛之后 完全脱胎换骨 你应该要跟 当年你被渡的那一个状态 你要回去想想看 当年你有多难被渡 那渡你的那一个人 多么的想尽办法 是不是 现在我们已经得渡 我们应该要像那一个渡你的那一个人 无所不用其极一样 有没有这样 就好像 好像应该要变这样 你看那个直消多会拉人 有没有 然后那天呢 那个 舅舅邱去帮师父贴一个海报 他说师父我们很弱 因为我们好小张 那个炉台长的好大一张 就是那个炉台长有没有 好大一张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要把它直接盖上去 他说盖住还是遮不住 因为他好大一张都露出来了 有没有 那个斜的都姓鲁的 好奇怪 炉盛宴 很糟糕 奇怪 这个姓还是很重要 像我们姓氏 所以你看 我就看到很可怜 因为可怜 他不是可怜 但他很坏 很坏 是可怜 对他无知 就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样子对他没有好处 所以呢 我们昨天听到那个 你叫祭什么 祭堂 祭堂 祭堂他在发心喔 念大藏经 这个念大藏经是法师的功课 工作 所以他不出教不行 他对不起那个大藏经 所以他既然念完了 就是要红法 那我们法师每个人都要读大藏经 那读完做什么 读完就是要能够 能够融会贯通 然后把佛法讲给大家听 可是你如果直接拿大藏经来念 一定都要睡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 要把自己栽培 栽培训练自己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部分的 所有的人 其实我们要一起努力的 要一起努力 因为这个鱼吃这件事情 他会有连带效应 他不是说鱼吃就是他没读书而已喔 不是 因为他的鱼吃 他会障碍他自己的学法 他也会障碍人家想学法的人 他也会障碍 有没有 所以呢 他会一直有连带 就是无名原形 行原世世原名胜 然后就一路就到最后生老病死 所以他会一直不断的在循环 会轮回喔 所以呢 这个问题他就会一直不断的制造 好 那众生是不知不觉的 不觉不知 所以为什么要慈悲 就是菩萨看到众生的无知 他不是一直骂 因为他就是无知 他才会不知道要学 不知道要恭敬嘛 所以要起大悲智慧跟大慈智慧 你没有智慧呢 你是拉不动的 而且这个智慧还要怎样 还要加上就是慈跟悲 因为其实就是有智慧的人 有的就是自己自受用嘛 自己觉得哇我都懂 可是你真的要让别人能够明白 其实是需要学习的 是需要学习 所以这是第二 第二跟第三 他有了智慧之后呢 其实我们会 第四个就是要什么 要布施 什么样布施 就是我们这个布施这件事情 其实是大家刚刚开始 会以为布施是对人好 其实不是 布施是让自己有智慧的开始 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说 我就是障碍住吗 怎样障碍就是心量太狭小 所以我就很害怕自己会有所损失 所以你就不敢放开来做很大的发心 很大的发心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那个供养经典这件事情 我在这个发心的过程 我自己就发现我自己是很小气的 就是第一个很多人会说 师父 你确定那个经拿出去人家会念吗 为什么 因为问的人他自己都不念 有没有 所以他就会说你也会有人念吗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他会不知道那个功能是什么 我说是我也是有点担心 那我也会担心 就是我担心别众生的愚痴 他会浪费这个经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我自己先预设立场 先预设立场是没有人要读这个经 好第二个 哎呀那你硬那么多你有办法吗 是不是 我担心什么 我担心大家呢不愿意 就是这个大家都是很小气的 好那再来 我担心什么 有没有人会担心什么 会拿去卖 有没有 拿去卖 有没有 你拿免费的 然后就拿去卖 有没有 我说你卖得出去 你试试看嘛 是啊 你这个卖得出去 因为不是黄金 对不对 那就是卖这个经书 那你真的卖得出去也很好 恭喜你 表示那个人有想要读经嘛 对 所以这样子反过来 应该是 要感谢把这个经给你的那个人 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考虑 都是因为反映出我们的心很狭隘 有没有 好然后我们要印华严经 有一个人就跑来说 你要不要印戒律的 我说我不要 我只要印华严经 你看那个心就是又卡住了 就是不愿意那个 那我们把经书送到那个普陀山 普陀山佛学院的教务长 就问那个师父说 那你们有没有法华经 有没有 有没有很搞笑 还好 我后来就想 还好出去跑道场的 供养道场的不是我 要不然如果是我第一句我就会说 我们只有华严经没有法华经 我们都是这样子 第一句都是先拒绝 我就发现 哎呦我的心量就是 都是先拒绝 可是我们 还好我们跑道场的那一个师父叫 建印法师 他的字典里面没有一个no 没有一个no 所以他就说好没问题 所以我们又印了一万本的法华经 真的很神奇的事情 反正就已经供养过去的 所以我们又快要变印金色了 快要变印金色 因为连大政律杖也都在印 那当然如果像那个Andy讲 那个金刚金 有没有金刚金 那我们有印了 我们也印了金刚金 那金刚金呢 那个金刚金塔 他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是上下接在一起 我们这边是不是接在一起 其实如果你在晚一点写 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胶化掉 所以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上下接起来的 还是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我们就想 整个全世界找遍了 就是要找那个一体成型 就最近被我们找到了 那一体成型 所以现在我们的金刚金是印一万张 一体成型的那个金刚金塔 所以各位尽管写 你就放开来写 我们很欢迎大家来写 不怕大家 这个 不怕大家 要写多少张都没有问题 不要担心 好 那 那这个都一步一步都有了 我就想 哇 你看还好有一个师父 他是不说no的 要不然我们就只有停留在三年前的自己 因为你从来不会看到 原来后面我们是真的有怨必成 那后来再回到了这个华颜经 在读的过程 我说哎哟 这个就是在怎样 实践里面的内容 因为我们只是看他的文字而已喔 你说要舍啊要舍啊 我们都知道啊 问题是叫别人舍都好简单有没有 你来出个一万套啊 很简单有没有 我们都说得很开心有没有 那可是呢 我我们自己呢 有没有办法捐出来 我们自己就不舍得 不舍得 所以你真的要去舍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会开始发现自己的不舍 不舍 那不舍其实再往前推 其实是不够慈悲 有没有 那不够慈悲再往前推是不够什么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信心有没有 就是那个信心没有没有建立 所以信心之后会有慈会有悲 然后接下来就要先舍 先舍 然后舍了之后呢 凡所有能师 什么意思 菩萨呢 他是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他只要能够度你 让你启发你的道心 我就舍 所以刚才Andy提供了一个机器有没有 这个机器是一个诱因 他来呢 每个人做那个八分钟完呢 你是要付出代价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一开始就先说 我要来让你抄金喔 这是大家就不要来的 有没有 所以其实是真的 今天呢 昨天我们那个谁 那个Michael说 哎呀我这个癌症没死 我觉得我应该是命不该绝 那应该有任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跑来怎样 跟他 哎怎样 叫他要付出行动啊 对不对 你既然有任务 那你要完成你的任务啊 所以呢 这个的确是这样 我们今天哦 佛陀那么慈悲 菩萨那么慈悲 我们还可以活得好好的 Andy说 哎我不知道要活 还可以活多久 你做多久 就活多久 是不是 做的不能够再做了 好 那自然呢 你就会功德圆满 有没有 好 那你看虚晕老的上司 活120岁 那活120岁哦 他到112岁的时候 人到112岁哦 那他被打的半死 云门事变啊 打到呢 那个牙齿都掉了 好 然后呢 哎这个七孔流血 好 七孔流血 是打到流血 然后他两个徒弟的被打死 年轻的被打死 年轻的被打死 然后呢 师父呢就 哇 就在那个弥流的时候啊 弥流的时候 他说 哎你把我扶起来 那个我要打坐 他就一打坐 就到了这个 都帅天 他就到都帅天 他要到都帅那一月呢 他就看到弥勒菩萨在说吧 阿难坐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他以前认识的他的首座 还有汉山大师也在现场 这些他都认识 然后呢 坐在那个地方啊 然后 他就坐在第三个位置 他说这也是第三 第三个位置就在那停课啊 停课 听到 哇 听一听 弥勒菩萨呢 讲到一半呢 他就停下来说 你该回去了 就叫他回去耶 他说 弟子很苦啊 我不要回去 我想留下来 我不要回去的 搜狗世界真的不是人呆的 我不要回去 他说 不行 你还有余月未了 你还有责任 你要回去 所以呢 一百一十二岁 好可怜 拖着老命 有没有 这个又回来 又醒过来耶 醒过来 所以那个打他的那些 那个 那个 不知道哪里来的土匪啊 就说 老和尚打不死的 吓死了 从此呢 就派兵来 保护 那个云门 云门寺啊 就变派兵喔 打不死的 然后呢 地方首长呢 非常害怕这件事情 消息走路 你怎么可以把 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和尚 打成那个样子 我们想想看 为什么弥勒菩萨就叫他 就让他留下来啊 人家那么喜欢在弥勒内院 有没有 那为什么还叫他回来 他如果没有回来 历史上会怎么写这一段 历史上就写 虚余脑子上一百一十二岁 最后怎么死的 被打死的 有没有 请问我们后面的人 还敢修行吗 看到会很害怕 有没有 最后会不会被打死 这样 是不是 所以他要打不死 我们才会说 你看人家一百一十二岁 修禅定的 修道场的 发心的到最后呢 你看 这么功德圆满 他要留下一个好的典范 所以我们自己呢 佛教徒是不是一定要最健康 要活得最好 要最有智慧 要最有福报 要什么都是要当头 不是因为大头病 是因为你要做好的示范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要布施 对不对 要布施 什么都能布施 那只是为了什么 求智慧 就像佛陀一样有智慧 可以换的话 我要把所有的财产换成佛的智慧 是不是 有的人来求 菩萨可不可以让我金榜提名 的确是不错啦 可是很可惜 那个心愿好小喔 有没有 哎呀菩萨你让我呢 得到一个好工作 是不是 菩萨你让我身体健康 那只是这个小小的愿 应该是啊 我们说求佛 让愿我怎样 能够得到一切智 那用什么来换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是叫做舍 好 第五个要无有疲焉 无有疲焉 就是这个事情呢 是要一直不断不断的 可是呢 你会发现喔 我们在发心的过程 如果你的智慧不够的时候呢 那智慧不够怎么办 就像现在这样子 要来听经文法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工具 佛陀留下来的教法 他是我们的一个知识的来源 就是智慧的来源 因为我常常讲说喔 如果说我们要靠师父开示 要靠师父开示 其实很有限 我们能讲的很有限 因为时间很有限 然后大家的智慧也很有限 讲法的师父其实也很有限 我们所知就是 就自己的所知 尽量的来练习来讲 有没有 你说二十年前的师父 跟二十年后的师父 在讲课的内涵跟深度 会有不一样的 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层次 可是我们要都靠师父来讲解 我们才明白 其实不太可靠 因为那只是一知半解 然后片断的 没有办法完整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华元经 当成是我的家教 因为菩萨在教菩萨 佛在教菩萨 有没有 这是佛在教菩萨 然后他派菩萨去教菩萨 这个经啊 全部都写在里面 写的那么详细 那我们每天每天读 每天读书读百遍 怎样 奇异自现 我们每天读 每天读刚开始 不是很明白 但是读久了 哇 你会突然啊 就怎样 有这个智慧 成知经论智 是不是 得无疲验心已 于一切经论心无缺弱 无缺弱 不及得成就 一切经论智 哇 就 你读什么都懂哦 好 所以修福报呢 欸 就会有什么 修福报哦 欸 舍掉我们的烦恼之后 你就成就了这个智慧 成就了这个智慧 好 然后呢 成就智慧呢 问题是 可是我们有时候呢 学佛学到最后呢 讲话都佛言佛语 变成别人听不懂 有没有 有吗 有没有觉得自己讲话 现在开始别人都听不懂 你在讲什么 昨天不是讲啊 欸自己家里面的人 如果大家一起修 我们会有共同语言 我们会有共同语言 可是那个没有一起修的那个 语言怎么办 你只有你一个人佛言佛语 就叫做南南自语 有没有 你就讲讲自己听自己懂而已啊 我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各位 你是不是有没有发现 你们很难跟师父聊天 你们中午要吃饭 是不是很想跟师父做 可是你很想跟师父做的时候 为什么不敢跟师父做 因为不知道跟师父讲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敢跟你们做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跟你们讲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就变成无法沟通 有没有 这个 你看像那个 昨天不是来的小姑娘吗 那小姑娘呢 可能最关心的是什么 最关心的是 她那个男朋友啊 他们相处的时候 怎么办怎么办这样 有没有 可是她敢跟师父讲吗 师父一讲 我就会说 你干什么呀 男朋友 你要出家 有没有 没路了 有没有 每件事情的结果都是要出家 那你就不可以讲那些什么世俗的事情 有没有 是 他很爱漂亮啊 他想要去烫个头发 我就会说 你烫那个什么头发 浪费钱 两千块拿过来 是不是 印华元金 有没有 到最后呢 他变成 很多居士喔 要出去旅游 都不敢让师父知道 有没有 一直 偷偷跑出去玩这样 是 这我都不知道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云端 有没有 他们活在地上 有没有 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 这时候呢 我们应该 其实要变成怎样 如果你能够上云端的人 你能不能够下凡 你能不能够下凡 各位下凡一下 可以 因为你能上云端 表示你在上下都是可以走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在地上走的人呢 他是上不去嘛 你不能要求他要上去 他就是上不去嘛 那所以要让能上去的人下来一下啊 下凡 是不是 你愿不愿意 所以这菩萨呢 就是 你既然能够到那么高 你应该要走下来 走下人间 有没有 所以他就说 要了解世间 成就世间制 有吗 要成就世间制 所以这个成就世间制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 就是没有知识 那也要有常识 没有常识怎样 看电视 要看电视 有没有 看电视就知道到底大家在干什么 有没有 是不是 看电视呢 所以那个 有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 哎呀那个什么 最近都在演什么 演什么 那为什么师父都在看电视吗 不是 我们就会问一下 看一下最近呢 都在流行什么 什么与神同行啊 还是什么 什么甄嬛传 敏悦传 什么传 有没有 然后呢 那个美国的影集啊 24小时 问那个新牧师 他每一集都知道 他都看过 是不是 那成世间制 那这些其实就是 我们平常的生活啦 那平常的世间就是做事业啦 这家庭跟这家庭相处 好 好 但是不表示我们就是喜欢过这样子的生活 只是想要了解大家的困难在哪里 好 要不然我们的法师其实是 比较喜欢就是只有在清静的道场 有没有 他要来到人间呢 其实是好辛苦喔 是不是 很不适应 有没有 那 那个问题是你不适应呢 你没有办法度化众生 你不能够进入众生的心里面 好 所以呢 这是第七嘛 第八要禅慧庄严 有没有 什么叫禅慧庄严 就是觉得呢 自己修行不够 所以昨天就跟师父说 师父 我很想要跟师父走同一条路 可是是不是开悟了才能出家 有没有 然后我就马上把我们三位法师拉过来说 你看这三个看起来像开悟吗 这三个就是来告诉你说 什么叫做没开悟也能出家 有没有 开这么玩笑 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出家 就是你要有什么心 惭愧心 我们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很 做的不是很好 你会努力做 修行不够 得恨不足 你会不会一直不断的自我一直提升 是真的啦 因为我们的不够才是我们的精进的动力 所以你看 以惭愧庄严 勤修嘛 自立立他之道 你们喜欢碰到一个共高我慢的师父 还是碰到一个千